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咯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我们的Pod这个cupcake 是这个杯子蛋糕的一个小娃娃 不知道大家之前呢有没有见过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我们杯子娃娃当中的小公主呢 那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Sophia 我们的Sophia呢是生活在我们的杯子蛋糕当中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仙女或者是小公主 里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杯子蛋糕 比如说草莓味、香草味、葡萄味、柚子味、橘子味和我们的巧克力味 我们可以来后面看一下她的一个小公主的造型 我觉得我们之前呢应该是有我们的Debbie还有我们的Maya 我们的Maya呢是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橘子味的一个小公主 可以在旁边呢看到里面呢是有12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的这个小公主 然后它是一个多功能是两个两种功能呢都在里面 一款呢是我们的杯子蛋糕 然后另外那一款呢是可以当成一个小的娃娃来玩 这边呢还有她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花形状的头书 那我们其实呢感觉这个杯子蛋糕是一个蓝莓味的 那我们等会儿可以来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这款杯子蛋糕里面是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嗯闻起来呢有点像我们的香草 难道是我们的香草味吗 嗯感觉这边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择可以去试 也是非常非常的帮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可以给它打开来 这个小的盖子的话哇好可爱呀 有一个小姑娘在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在下面呢也是有非常非常的秀 像我们冰雪奇缘女王一样的一个小的晚礼服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我们的小公主的话呢 哇这个裙子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 那这个小公主的话呢看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 我们可以用她的梳子呢去给她进行一个梳通 头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金色 软软的头发 然后我们的小公主呢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甜美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盖子去给它盖上 超级超级的好玩 或者呢是我们是可以在旁边 把它的整个杯子蛋糕呢去给它打开来 在这边呢也是有它的一个小的盖子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总的来说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我是觉得非常的棒 既可以呢当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杯子蛋糕 在里面的话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杯子蛋糕 还可以呢把它打开了之后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小公主 感觉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小礼物被这样惊喜的打开了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棒 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